小罪恰破障 今天和大家继续分析一下三郎案 在1962年3月14日 在当年客客有名的李比法官引渡院陪审员之后 陪审员就开始退庭章仪 经过55分钟的讨论 7名陪审员就极速地达成了一致裁决 3名被告是被判谋杀黄英球罪名成立的 法官随即叫3名被告起立 头上戴上黑杀 然后宣布 你们被控谋杀黄英球一罪 现经陪审团一致裁定罪名成立 你们的辩护大律师梁永恋 已经为你们作出最大的努力 最好的辩护 你们是在公平的审讯之下被判有罪的 由于你们被判的是谋杀罪 根据法律赋予本籍的权力 只可以判你们一种刑罚 别无他选 你们将会被压往监狱 然后介护刑场 施以还手之刑 直至你们弃绝生亡为止 你们的围体将由政府摘地安排安葬 愿上帝保佑你们的灵魂 在法官宣布以上判辞的同时 坐在旁听席第一排的两位女士 一个是李慧的未婚妻梅姐 另一个是威秉坚身怀六甲的妻子威太 他们当时已经忍不住在旁听席放声豪哭了 而坐在旁边李慧的父亲李启 也立即整个人远了 全身无力地坐在座位上 至于三名被告 在法官讲完以上一番说话之后 就被停警带离开了犯人难 走在最前面的李慧 面容沉屈一言不发 努力压制住她的心情 而排在第二的威秉坚 她在法官宣布时 已经一脸黄恐 满面通红 到她被压走的时候 走了两步就立即转身 向记者大声地说 记者孙先生 我冤枉的 我碰都没碰过黄应求啊 至于马广灿 当她听到威秉坚这样说之后 就用手轻轻拍一拍她的肩膀 安慰她说 又得她啦 没关系 而威秉坚 就大声地回应回去 那我真的碰都没碰过她啊 似乎到最后这一刻 他们还没明白 有没有碰过黄应求 根本不是判定她有没有罪的关键 面对被告这种 蜶丝底里的反应 李慧的父亲李启 终于忍不住了 在几名犯人 已经被压离法庭之后 他指着犯人离开那个方向 大声疾呼 你是杀人摆布的 你被人害死你了 而李慧的女朋友梅姐 和魏秉坚的太太 这个时候 亦都相拥而哭过不停 这个时候的法庭 哭声 可以说是此起彼落 在被告的家人 被警方要求离开法庭之后 梅姐和魏太 还哭到暈倒了 那究竟 在这些哭声的背后 是不是真的有莫大冤情 今天我就是想和大家分析一下 这一宗当年万宗触目的世纪审讯 究竟真正的法理逻辑是怎样的 事实 又是不是真的像他们那样说 他们是无辜 都是冤枉的呢 在黄应求再生的最后一个晚上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的支持就是动力 留言 订阅 分享 点赞 加入小醉合patreon 支持小醉合 继续发声 来吧 案件是在62年2月19日 在高等法院开審 主審的是李比法官 根据控方的立场 黄应求是在1959年6月18号 在北角永兴街被三名被告绑架 而黄石斌在黄应求失踪之后 收到几封打单信 最后都被证实是出自李慧和魏炳基的手笔人 而在头两名被告被捕之后 是由他们引领警方去到浅水湾道 在一个山坡下 发掘到一副怀疑是黄应求的白骨 而这些白骨 经黄应求加人确认 控方认为是可以肯定是属于黄应求 加上在第三名被告都被捕之后 他们三个人 都每人亲手写了一份 当年被称为志工壮的警处认罪口供 承认他们是绑架了黄应求的时候 因为黄应求反抗想逃走 而导致黄应求死亡 所以控方认为 根据以上那么多点 是可以肯定三名被告都是犯上了谋杀罪 既然如此 似乎是证据确作的 那为什么最后三名被告 和他的家人 又会大呼冤枉的呢 不如我们首先看一下 三名被告的三份认罪口供 是怎样写的事 首先是李慧的版本 我当时的目的 志在绑票而律取赎金 并非有意谋杀 不过当时对方力图挣扎 在当时为了自己的安全 而又恐对方伤及我自己 不得不先法制人而以 我后悔伤人生命 我的良心非常难过 梦未不忘 接着就是毅丙基的版本 黄应求这事发生前一日 李慧、马广燦 叫我用汽车送他两人到浅水湾道某一地方 他两人拿着铲磨其他铁器下车 李慧叫我离去这地方 两个钟后 再回来接他两人 黄应求被努的晚上 我是担任司机 送李慧、马燦、黄应求 到上述地点 他们三人下车后 李慧叫我离开这地方 大约两个钟再回来接你为马燦二人 最后去马广燦的版本 黄石斌在山上路被飙心 拿钱遮 没什么事情 亚求死 不是我打死他 他抢我的利器 再挣扎 我不知他死 我的钱易用尽 没有 我只是飙心 得十一万元 我已经知道做错了 压求的事 我几个人是想拿钱 他大声吵 抢我手中的利器吉李慧 我糾纏他 无意中伤了他 我不是想他死 目的是想拿钱 从以上的警处认罪口供 我们知道原来他们确认了 他们三个都有份绑合黄应求 而且似乎 真的只有他三个人涉案 而李慧和马广燦 甚至是承认当年是因为黄应求反抗 而令到他们措手伤害对方 而李炳坚 根据他们三个人的口供 似乎只是担任司机 黄应求的死 似乎他真的完全不知情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连李炳坚最后都被判谋杀罪名成立呢 原来 三名被告是被指以共同化的案件形式 共同杀死黄应求 即是说 控方的立场是 他们三个人是以共同的目的 分担不同的岗位去杀死黄应求 所以虽然李炳坚是没有亲手袭击黄应求的 甚至在黄应求死的时候 他根本是不在场 但由于这件事 他们是分工合作的 所以是要一起共同承担罪责的 所以根据控方议上的立场 控方要做的 并不是要证明他们三个人都有份杀害黄应求 而只是要证明以下几件事 第一 他们当时三个人的共识是 当黄应求反抗的时候 他们是会不惜一切 甚至狠下毒手 去阻止黄应求逃走 第二 在实际上 黄应求最后 真的是因为三名被告 有份参与的一次绑架行动而死亡 对于控方议上的指控 辩方又是怎样回应呢 辩方认为 虽然他们真的绑架了黄应求 但是人并不是他们杀的 而且不单止人并不是他们杀的 其实在原本他们的计划里面 一旦遇上黄应求反抗的时候 他们三个人是会立即逃走 而不会狠下毒手的 所以最初他们的共同意图 根本是不符合谋杀罪的心态元素的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又是怎样解释 他们在警署亲笔所写的自公狀呢 原来 他们的辩护律师 是说那三份自公狀 是被冤架成招的 根本就不是说出事实的真相 所以 在整个审讯里面 主要的争议点 就变成了以下三点了 第一 黄应求是否真的死于三名被告有份参与的这次绑架行动呢 第二 他们的子公狀是否真的被冤枉成招呢 第三 他们最初的共同意图 是否真的包括当遇上黄应求反抗的时候 是会不惜一切狠下毒手阻止逃走呢 根据举证责任在控方和疑点利益归被告这些原则 控方是要证明以上三条问题的答案是这三个的 而辩方就只需要证明三条问题的任何一个答案 不是控方想要的答案 这样就可以了 那究竟 当来控辩双方是怎样实践他们控辩的意图的呢 在庭上 他们说出了一个跟他们原本自公狀自然不同的版本 而这个版本是更加详细更加多细节的 而根据这个版本 这宗案的背后是有另一批人幕后策划的 而黄应求的死 正在他们三个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由那批幕后策划的人 在违反三名被告最初的意图的情况之下 落手杀害的 我相信 在那么多年任何取材这件案的影视作品里面 从来没有人拍过以上的版本 所以有见及此 我就不理这段片有可能严重超时这个问题 我会原汁完美地将他们三个人的口供 透过这段片诚意在大家面前 首先 我们看看李慧在庭上的口供是怎样的 他的口供 首先是说出了 他当时的生活是处于什么处境 是什么原因令他犯下这一次这么轰动的案件 1959年年初努力新年期间 大瀚村娱乐场开幕 有人介绍我在那里做巡场集务 就在这段时间 我认识了陈昌和梁雄 当时我生活得很差 经济很困难 幸好他们两个就对我很好 时不时会请我吃宵夜和喝茶 所以我当了他们两个有的好朋友 本来在大瀚娱乐场都做得不错 不过我刚好开张没多久就经常下雨 竟向生意 开张不够一个月就停业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又再失业 不过幸好这个时候陈昌和梁雄都会接待一下我 时不时会给钱我花 所以我和他们感情很好 算是很聊得来的朋友 那我们闲闲之中 他知道了我是黄映琼的亲戚 还知道我在新英网做了几年 黄映基和黄映希会叫我做大哥 我和他两个是孤表 即是我父亲的姐姐嫁了给黄映斌的弟弟 而我和黄映琼就是老表 我通常会叫他做大哥或者表哥 这些东西我全部都告诉陈昌和梁雄知道 那既然是这样 是不是说陈昌和梁雄才是这一宗案的真正大哥呢 那原来不是的 根据李慧的证供 他们两个只是李慧和真正幕后大哥之间的邪事人 真正的幕后大哥现在才出场 之后他介绍了我认识两个人 一个叫汪辉 一个叫女徒 他两个体力很駕駛 生活很豪华 而我便很好学孙 认识了他们之后 他们给了钱我做的衣服 又给钱我洗 但他们不算是我的好朋友 因为他们很有派头 不像神窗狗伯和我聊天 听他们说汪辉以前在内地做官 汪辉跟我说 跟我啦 跟我没错的 那我就说了 我又不懂字 又不懂英文 人都不懂多个 不知可以跟你做些什么 那汪辉就跟我说 我叫你怎样就怎样 想不得你懂什么 那我见他这样说 就打回他 那就好了 你们看着我都好 有钱人看着我都可以 那他们就说 全香港都是钱 只剩下来 要不要找 做世界你有没有胆 我心想 我这么小胆 又怎样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我不敢 我连打架都不敢 手指毛都没打过一次 那他们听到我这样说 就很大声地骂我 敢不敢 你做乞业就最好 那这一次 就是李慧口中的幕后大佬 汪辉第一次出场 而在陈昌介绍汪辉 给李慧认识之后 陈昌和汪辉 就已经知道 李慧和黄敬球 是亲戚来的 还从李慧的口中 详细地知道了 李慧和黄敬球的关系 所以如果李慧所说 都是事实的话 那陈昌介绍汪辉 和女徒 给李慧认识的原因 很明显 就是冲着黄敬球而来的 接着汪辉问我 和黄敬球是不是很熟 我回答他 是的 是很熟的 我和他是亲戚 那他们就再问我 问我是不是很熟他们的家庭环境 我说熟 还跟他们说 我在他公司做了三年 又是他的亲戚 当然是熟 那他们听到我这么说 就跟我说 做黄敬球呢 他有几千万身家 这么有钱 那我就问他们 怎么做 他们就说 彪他心 我听到他们这么说 就很害怕 立即推荡 说我跟黄敬球这么熟 会被他认得 和汪辉就跟我说 又不用你下手 你把他家里的环境情况 给我们知道就可以 那我就问他 彪心危不危险的 他们听到我这么问 就很大反应地回答我 你都会发现 我们这么多人彪心都没事 会有什么危险 但其实 我那时的意思 不是问我们有没有危险 而是想问 彪黄敬球深的时候 黄敬球 会不会有危险的呢 你为最后这个澄清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之后大家就会知道 这一点 将会是他们这次审讯里面 很重要的抗辩理由 他说起来都是我亲戚 如果到时他被人 偶打或者伤害到他的 我都不想的 不过我见他说 在内地很多人都飙心 说到好像是很闲的事 而且觉得知道 黄家肯付钱的 他们就会放人的 所以都应该不会伤害到 黄敬球的 加上我那时实在太窮 他们又说我不用出面 只要提供黄敬球的 喜居资料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答应了 之后他们就很详细地 就问了我关于 华石斌全家人的资料 我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他们知道 那时我都未知道 他们的具体行动是怎样的 汪辉将他的电话 寄了给我 但是我家里都没有安电话 所以我都打不到给他了 就这样 这种世纪大案的初步计划 就算达成了协议 但到目前为止 我们听到的名字 除了李慧 就只有邪线人 陈昌和梁雄 和李慧口中的真正幕后 大哥汪辉和女徒 魏丙堅和马广产的名字 是还未出现的 究竟最后 他们两个 是怎样和这些中案 写上关系的 有一次秦昌离我家 截在一起去找汪辉 汪辉问我 会不会有些 駕駛好的朋友 那我不知道他 为什么会这样问 所以问问他 为什么会这样问 他就说是和 标黄人求心的事有关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从来不会駕駛 又不会坐私家车 他有什么理由会问我呢 他自己不懂朋友 会駕駛的吗 所以我就问他 为什么他要找我找人駕駛呢 他就说 因为他们做任何事 不可以出面 所以连找人駕駛都不可以 所以就找我出面 找朋友负责駕駛 那从以上一段说话 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话 那就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最后 除了三名被告之外 其他人 是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 因为原来幕后的主谋人 是连找人做司机 都不会自己出面找 而是要依靠李慧去找 可想而知 在其他环节 他们都不会出面 那究竟他这番话 是真是指沉着事实的真相 还是只是由他们堆砌出来 自圆其说 那大家就要听下去 再作自己的结论 那我觉得他这样说也有他的道理 所以就回答他说 懂得做失役 但是不知道人家肯不肯 汪辉问我 那你心目中的人选是什么人 我当时就向他提出 魏炳坚和马港产 我说他知道魏炳坚是教车师傅 马港产也有车牌 应该他两个都可以帮到手 所以我就把他两个的地址 告诉他们 他们听完之后 好像不太在乎 只是说了一句 好吧 让我看看如何 那就走了 在一个星期之后 陈昌游来找我去见汪辉 这次汪辉跟我说 说他们查过这两个人 觉得可以用得着 还叫我试探一下他们 说不要直接跟他们说 要试试他们会不会肯做这些 他还教我 只要跟他们两个说 说我们三个只需要将一个人 车去一个地方 然后交给他们就可以了 是飙心 是犯法的 但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他还说他赚多少钱 我不要理 总之事成之后 艾兵堅和马港产 每人可以得到两万元 而我就可以有三万元 还有他说 他们一天没答应 一天都不能说他们 是想做哪个 如果依照李慧的口供说 其实按照整个行动来说 李慧的工作 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因为根据李慧说 汪辉一早说明 李慧只需要 说黄应求的资料 给他们知道 那就行了 而且李慧也一早说明 黄应求会认得他 所以他不能参与绑架行动 现在李慧连司机也帮他找到 照他应该可以功成身退 为什么最后 李慧会亲身上阵 有关于什么 李慧在庭上是这样的解释 在1959年6月的大约12、13号晚的11点几 我去马港铲家找他 去到之后 叫马港铲打电话给魏炳坚 叫魏炳坚来马港铲家 他来到之后 我们三个一起上了他车 在车上面 我和他两个说 说有个朋友叫他去飙心 我们什么都不用管 只要把个人车去交给他们就可以了 问他们敢不敢做 他们听完之后 就问我是不是会一起去 那我见他们这么问 怕他们不答应 所以我就说我会一起去 还有我跟他们说 说我在新银行做的时候 只有25元一个月 我一世人都找不到两三万 他们想了一会儿 就答应了我说肯做 然后我就跟汪辉说 说他们肯做 不过汪辉没有跟我说什么 只是答了一句 可以 好 那我们知道了 根据李慧的版本 李慧之所以由最初说好 只是负责报料 而被成为最后真是落手去绑架 就是因为在李慧邀请马港铲和魏炳坚参与的时候 他们是问了李慧一句 到时你是否会一起去 所以李慧就唯有答他们会一起去 那究竟李慧这个说法是真的 和其他两个被告的说法有没有不同 不如我们就看看其他两个人的证供 看看他们是怎样说的 那么我们要留意 根据李慧的说法 他在1959年6月大概12、13日晚 才把这件事提示给魏炳坚知道 而法庭原则上是不允许全民证供 所以魏炳坚的证供 只可以由1959年6月12或13日说起 在1959年6月12日晚上 马港铲打电话给我 说有东西想跟我商量 那我就立刻开车到他家 去到他家 看到李慧都在 我就转着他两个出去一起有车可 李慧在车上跟我说 说有帮朋友想飙心 说想我和马港铲帮忙开车 每个人可以分到两万元 还跟我说很容易找的 真的吗 那我就告诉他 我要考虑一下 他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有答复 我就回答他说明晚 然后在第二天 6月13日 马港铲又再打电话来 叫我去他家 去到李慧又已经在 李慧在第一句就已经问我 怎样 那我就说 既然只是开车这么简单 我可以一起去的 我问他 是在香港还是九龙的 他就说是在香港的 那他跟我说 你说了去就要去的 我随时通知你就是的 那我们看到了 魏丙坚的证供 虽然跟李慧所说的差不多 但是还是有少少分别的 李慧说他 在大约12、13日晚 在车上 把事情告诉他们 而且是在他们想了一会儿 之后 当晚就答应了他们会去 他们想了一会儿 就答应了我 但根据魏丙坚的证供 李慧在12日晚 将这件事告诉他们 而他们在13日晚 才答应李慧 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有答复 我就回答他说明晚 所以跟李慧所说的 是有少少分别的 那究竟谁说的 才是真正的版本呢 那我们不如看看 在这个环节上 马广阵是怎么说的 大约是6月中的其中一晚 应该是12日 你回来我家找我 叫我打电话给丙坚 说有很重要的东西 要跟我们商量 丙坚来到 我们就上了他的车 在车上 李慧跟我们说 说他有朋友 想找人帮忙开车 是想飙心 但我们只是开车就可以了 之后可以分到2万元 我和丙坚不敢立即回答他 所以就说明晚才回答他 之后丙坚打电话给我 跟我商量 我们要见他说 只是开车就有2万元 所以就没想太多了 第二晚 李慧再来找我 我们就答应了 那根据马广阵的说法 似乎和艾丙坚的说法是吻合的 而李慧的版本 似乎是混淆了一些细节 那究竟他们是因为夹口供 而记错细节 还是只是因为李慧混淆了事情的事序 这一点就要靠陪审员去判断 好 接下来就到了最重要的环节 即是绑架黄燕球当晚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要记住 空方的立场是 他们根据你没有幕后大佬 整件事都是由3名被告策划和行动 但李慧就不是这么说 到了6月16日早上 陈昌又来找我 我不记得是陈昌还是梁虹 总之是其中一个 他来找我说今晚开工 叫我通知毅永坚和马港燦 他给了100元我说要租定一部私家车 叫马港燦带到一个化妆商 11点去到中环电车路的英华餐厅等 那我换好衣服就坐巴士去找毅永坚和马港燦 我把陈昌给我的租车钱 给了马港燦租车 之后我们就分开了 到了晚上11点 我去到英华餐厅坐下没多久 毅永坚先到 之后马港燦都来了 他说车已经停在路边 之后陈昌都来到 我就介绍马港燦和毅永坚给他认 我跟他们说 这个是昌哥 这个时候昌哥就截着我玩 不要叫我昌哥 叫我三哥 喝茶没了 走 马港燦就带我们去到车 去到车 陈昌和毅永坚说 阿坚哥和你开 那我们就一起上车 陈昌坐车头客位 我们坐在后座 出到电车路 陈昌说要去政府大球场 所以就去了大球场 是政府大球场 陈昌吩咐我说一会去到永兴街 要把车放在街口 说他和马港燦就下车 站在对面行人路等 等到黄饮球的车回来 马港燦就要快步走去黄饮球司机位 那边 而他自己就由左边上他的车的车头位 他叫马港燦一上到黄饮球的车 就立即将他的车开回大球场 又叫我和毅丙坚不用下车 拿着租回来的车 跟着黄饮球的车回到大球场就可以了 他还叫我们要坐车头 留下后面几个位置给他们三个坐 陈昌和马港燦说 拿你的拿手东西出来帮你喂搞定他 那我那时就一头没水 就问他搞定什么 陈昌就说 你和黄饮球那么熟 他肯认得你 马港燦最烈就是黄饮 跟你黄饮 那我估认得你 我估计是因为马港燦是化妆师 戏行系人都知道他外卫是黄饮 所以陈昌就知道 除了黄饮 陈昌还将他头戴的帽帽给我带 然后拿了一块脱虎海 出来贴在我鼻左侧 贴完之后我们大家都大笑 还说 现在想找人认得你也挺难的 陈昌还跟我们说 行的啦 不用震的 他叫艾丙坚开车 不要开那么快 说他身上有窗 有钱人见到窗就震的了 之后陈昌看看标 就说够钟要出发了 出发之前陈昌跟我说 去到黄饮球那里千万不要说话 如果不是怎么飞都飞不掉 然后他又再跟艾丙坚说 一会儿开车去到浅水湾的时候 在过了两座桥之后 要洗慢点 他说大哥已经预备好些东西 等我们了 那我看到了 如果李慧在庭上所说的是事实的话 原来是连李慧 都是当晚才知道行动细节 而将这些行动细节 告诉三名被告知的 不是幕后大哥汪辉 而是一直负责 居中协调的邪线人陈昌 而陈昌 当晚是有大战的 而且根据李慧的口供 为防李慧的身份被黄饮球释穿 陈昌指示马广山帮李慧化妆 还千叮万终 他到时不要出声 以免被黄饮球认出 很明显 李慧这番口供的目的 就是告诉陪审员 他是没有杀死黄饮球的动机 以上的情况 又是否真的 那我们看看艾丙坚的版本是怎样 去到英华餐室 我见到李慧已经在里面了 他叫我坐下第一等 没多久 马广产陈昌都相继来到 陈昌到部的时候 李慧向我和马广产介绍 说这个就是昌哥 三哥立刻跟他说 叫我三哥就行了 坐下一会之后 我们就离开餐室了 马广产带我们去车那里 陈昌就叫我负责开车 说首先要去政府大球场先 他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位 去到大球场之后 他跟我说 说稍后开车小心点 要醒目点 还说我今晚只是负责开车 先去永兴街 到时会有一辆车牌XX787的车 车主是黄应求 叫我到时一直开现在这辆车就可以了 之后我还听到他吩咐马广产 说在XX787出现的时候 就叫马广产去司机位 而陈昌自己就会在另一边上车 跟着陈昌又再跟我说 说我和李慧都不用下车 只要见到黄应求街车之后 就看下四周围的环境 看下有没有他的家人或者便衣 他叫我们不用怕的 说他有枪 有钱人一见到枪就怕了 我还听到陈昌吩咐李慧 叫他一会千万不要出声 因为一出声黄应求就一定会认得他的 之后陈昌就叫马广产拿了化妆箱出来 眼睛就看着李慧 但就和马广产说 他说拿出你的拿手好气出来 和李慧化妆啦 之后马广产就立刻和李慧痴 陈昌拿了一块脱虎海出来 贴在李慧面上 还脱了自己顶尖帽子 套在李慧头上 说了一句 现在找人再认出你都很难啦 好 是时候出发啦 出发之前 陈昌再跟我们说 说定点啊 一会我们会车黄应求去到大球场 你们的车都要去到大球场 到时我们会转上你们的车去浅水湾 去到浅水湾你们就可以走了 大哥会在那里接应 那我们看到了 艾丙坚的版本 大致上和李慧所说差不多 除了有部分细致 大家说的详细程度不同之外 基本上他们说的东西是没有矛盾的 那马广产呢 在这个环节上 他的口供又是怎样说的呢 在1959年6月18日早早 李慧来我家找我 给了50元 叫我去租一辆车 然后在当晚11点 带上化妆商去英华餐室 说今晚就会有行动的了 那我就照做 去租车先啦 租完车 大约11点 把那辆车趴在横街 就入了英华餐室啦 入到英华 我见到李慧和艾丙坚 已经坐在里面聊天 那我就坐下咯 没多久 有一个我未见过的男人 入了来 李慧介绍说他是昌哥 昌哥立即说 不用叫我昌哥啦 叫我三哥就行了 那昌哥坐下没多久 就说快点喝一杯茶去 够钟啦 那我们喝完茶就一起走了 走到路口 三哥问我的车在哪里 我说他只在横街 叫他跟着我走就行了 去到辆车 三哥叫我给车时毅兵兼 说要游他开车 我们上了车 辆车出到电车路那时 三哥说 去政府大球场先啦 那辆车就去了政府大球场啦 去到球场 停了辆车 三哥开始跟我们讲解 今次的行动是怎样 他叫我和李慧化妆 帮他刺手 然后昌哥给了一些胶布 我帮他贴在李慧的鼻子上 三哥还还给他自己的帮 李慧带 当然我们看到 马广灿所形容的内容 是较为简单直接的 当初有很多情节 只是一句过 没有了细节 三哥说去政府大球场先啦 那辆车就去了政府大球场 但基本上 跟李慧和魏炳燕所说的 都是没有矛盾的 但如果他们两个所说的 都是真话的话 那陈昌给了100元李慧去租车 他给了100元我 说要租定一本车 但马广灿就只是收到50元 给了50元我 叫我去租一辆车 那李慧是否有打斧头的嫌疑呢 不过这个也不是重点 最重要是绑架黄饮球的时候 过程是怎样的 那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看一下 在他们三个人的口中 黄饮球在这个世界上 生存的最后一晚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个人去到永兴街 那时大约1点钟 有一辆泊车位 那我们的车就泊在最后的位置 我和魏炳坚留在车上等 陈昌和马赶燦就照计划 下车去到对面人人路等 他们在路上走来走去 我和魏炳坚就在车上坐定等 没多久 黄饮球隔XX787就出现了 他车经过了我们的车 在我们的车前面停一停 然后倒退进去前面一个车位 陈昌和马赶燦立刻走过去 上了黄饮球隔车 大约2分钟之后 他车就开车离开了 他们开车之后 我们的车就跟着他车 一直去到大球场 在我们的车去到那时 黄饮球隔XX787就已经在大球场附近三边停下了 陈昌、马赶燦和黄饮球下车 走过来我们的车这边 上了我们的车的后座 我们就直走去清水湾 去到近电商的位置 陈昌就说 就到了 之后陈昌叫停车 我们开门下车 陈昌和马赶燦一人一边 抓住黄饮球的手 都留在车 他们先走 我就跟着他们后面 向树梁方向一路走 之后我见到汪辉、梁虹和珍虹迎面走过来 梁虹和珍虹接替了马赶燦的位置 抓住黄饮球的手 之后我小小声和汪辉说 大哥我们是不是走得了 他就跟我说 叫我回去大球场 把黄饮球的车 驶去西环海旁的招商局码头 还有要抹走所有的子民 他还叫我明天要搭船去澳门 再在后天 早上在中央酒店见面 他吩咐完之后 我就跟马赶燦回去清水湾 出到去 还没见到毅丙坚回来接我们 我们等了大约5分钟 他的车才回来 我们上了车 就三个人一起回去大球场 去到大球场 马赶燦一个人下车 上了黄饮球的车 我就仍然坐在毅丙坚 先驾到那部车上面 然后就两辆车一起去招商局码头 途中我用火酒 将面上的甲酥抹走 去到海皮 由马赶燦把黄饮球的子民抹走 之后就上了我们的车 一起去中环坐电船的尖沙咀 然后我就一个人转坐夜船 过澳门了 那便见到了 根据李慧的版本 李慧真的没有碰过黄饮球 在永兴街 直接挟持黄饮球的 是陈昌和马赶燦 而去到大球场之后 李慧是坐在前座 而黄饮球是坐在后座 即使他们口中的最后一段路 都是由陈昌和马赶燦 抓住黄饮球对手 在山坡下面 坑渠边的位置 将黄饮球交给汪辉那班人 而且根据李慧的说法 在黄饮球在场的时候 他是化妆 而且全程没有出声 所以根据以上的说法 和黄饮球最多身体接触的 反而是马赶燦 对于这一点 马赶燦的口观是怎样说呢 去到永兴街口 我们的车停了在一个停车位 我和三哥下车 三哥带了我去街的另一边 叫我看着黄饮球 那辆XX787何时回来 接着我见到辆XX787回来了 他退后拍位的时候 我就和三哥走了去他车那里了 我上了司机位开车 陈昌就由另一边上车 两个人夹着黄饮球在中间 开支枪指着他 我根据三哥之前在大球场的指示 把车车回到大球场 停好车 就见到黄饮堅的车都回到大球场了 我和陈昌黄饮球下车 上回去黄饮堅的车后座 就一起去浅水湾道了 去到差不多了 陈昌说 慢点啊 去到前面电商柱停下 在车停下了之后 我和陈昌和黄饮球一起下车 之后李慧都跟着来 陈昌带我们下三哥 去到一条坑的地方 遇到两个人 然后再有两个人 即是一共四个人 他们其中两个人走过来 其中一个取代了我的位置 捉住黄饮球 之后我见他们其中三个 就捉住黄饮球去了 剩下一个身材较高的 就走到李慧身边 李慧跟他说 老大 我们走得没有 那个人跟李慧说 要把黄饮球的车 洗回去西环 还叫他记住要抹干净些纸毛 放一架车在招商局附近海旁码头就可以了 那之后我和李慧就沿路返回浅水湾道 臨行前 那个男人还跟李慧说了一句 记得明晚你要去澳门 之后李慧跟我回去马路边 等艾兵肩的车回来接我们 我们回到大球场 我就开黄饮球的车去西环了 我用小手匙抹干净台盘 玻璃座位等等 抹完之后就回到李慧肩的车 他车我们去尖沙咀小林码头对面 空地皇后码头那里下车 我们就坐电船回去九龙城 那你会见到 马广产原来都不否认 由挟持黄饮球开始 到将黄饮球交给汪辉一班人手上为止 马广产都是亲身参与 但是即使是这样 他们都只是绑架而已 为什么最后会被判谋失罪名成立 这一点我们容后再讨论 我们首先听到艾兵肩的版本是怎样 去到永兴街 陈昌和马光散就下车了 他跟我们说 叫我们留在车里面 记住刚才他跟我们说过的东西 过了没多久 黄饮球駕XX787就来到了 他在我们面前两个车位拍车 一拍好车 马光散和陈昌就一左一右衝上去 马光散在右边的司机位上车 陈昌就在另一边上车 上车之后就立刻开车走 我跟这位就看一看四周 觉得没什么特别东西 就开车去大球场了 到步之后 我见到XX787就已经到了 陈昌和马光散就捉住黄饮球下车 上了我们车的后座 陈昌跟我们说 开去战水湾啦 到时我会叫你停的了 你不要开太快 要不然就过了 他还说那里有两座桥和电商 叫我过了那两座桥就要慢洗 因为那时是夜晚 所以之后我没看到有两座桥 就已经听到陈昌叫我停车了 可能是因为那时太黑我看不到啦 我们在电商旁边停车 陈昌,黄应球和马光散就下车 那我就车了他们回到大球场啦 马光散就下车 开走了黄饮球架车啦 而坐在我旁边的李慧 就叫我开了架车去西环海皮 停车之后 李慧用毛巾抹走黄饮球架车上面的子民 然后就和马光散上回我的架车 去了天星码头 我们泡好车 就坐电船回九龙 去到九龙 李慧就说会坐大船去澳门 他说是大哥叫他去的 见完大哥之后就会回来找我们的啦 可能因为黄炳坚在行动的责任主要是负责开车 所以从他们口供有关地点的资讯是较多的 例如只要黄炳坚的口供 是有提到到浅水湾的两座桥的位置是要慢驶 叫我过了那两座桥就要慢驶 只要黄炳坚是可以说到那15分钟的等候时间 他原来是兜了去浅水湾酒店 去到一间类似酒店的地方 但他的口供也有一点跟其他人是不同的 因为其他人是说 是由马光散负责将黄饮球架车上面的子民抹走 马光散负责黄饮球架车的子民抹 用手筋抹乾淨泰盘玻璃座 但隐炳坚就说是由李慧用手筋抹走子民 李慧用毛巾抹走黄饮球架车上面 那谁说的才是正确呢 而这件事又会不会影响他们口供的可信性呢 这一点又是要由陪审员去负责判断 我们看到他们三个人都说 在浅水湾道电商走到山坡的坑渠位 汪辉把黄饮球带走之后 他们就没有再见过黄饮球了 而再见到他们的时候 黄饮球已经变成了一副白骨 其实根据他们这个版本 他们是怎样知道黄饮球的死讯呢 李慧在庭上面是这样说的 去到澳门 就已经是差不多第二天的天干 我开了房间 睡到中午十二点 就去中央酒店找汪辉和梁洪他们 去到之后 我在二楼见到他们在那里堵翻摊 他倒了一瘦之后 就和我落口吃饭了 吃吃下饭 汪辉突然和我说 这次忌忌了 珍虹和黄饮球想逃走 打了群笼 两个都做瓜了 钱都怕恶收了 我就和他们说 说马刚铲和毅炳肩 叫我来问你们收钱 现在没有钱拿回去 他们一定以为我是吃甲棍 所以我就问他们怎么办 汪辉就和我说 说怎么都会有办法收到钱 是迟一点的 之后汪辉就说 别说了 吃饭先 有什么吃完饭先说 吃完饭 但我们三个一起去南湾的赛车场 汪辉就叫我回去 说如果马刚铲和毅炳肩 两个有机器的 你就说是我说 不会给面子的 我当时不敢出声 他就继续说 说他做什么都有预备的 之后他就发誓 骂梁虹 说梁虹曾经说过 曾鸿是他不知道什么的亲戚 又是死党 结果现在就因为曾鸿出卖了他们 而搞出事 梁虹就回应他说 我都猜不到的 之后汪辉就再跟我说 说不会收不到钱的 叫我回去叫马港铲和毅炳肩等一下 他还说 黄影球这个混蛋 做了些和国殃民的事 又走私 又和大陆做生意 又和台湾做生意 我已经有把握 不到他不给的 那时就只有汪辉在那里 我和其他人都不敢出声 那如果三名被鬼庭上所谈的版本 都是事实的话 那他们又怎样解释 在黄影球失踪之后两天 黄石斌收到那包 附着耳朵和打单信的包裹 是有他们的知识的 因为根据控方专家证人后宫 包裹上面地址的知识 是属于李慧 而信封的知识 就是属于毅炳肩 那如果真的像三名被鬼庭上所谈 他们只是将黄影球交给汪辉 之后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那为何最后 是会由李慧和毅炳肩 去写这封打单信 我们看看李慧和毅炳肩 在庭上是怎样解释这件事 之后他们上了我在中央酒店九楼开的房间 坐了一阵 汪辉问我清不清楚黄石斌家 我说好像是在八件时 但不记得多少号 那我认得路 他问我去过那里多少次 我说去过很多次 一次是搬运一些农商去那里 另外新年时我和伙计都会去那里拜连 我那时还在新英行打工 汪辉听到我这样说 就叫伙计拿了一些白纸来 汪辉展才好就叫我在上面写下 香港铜锣湾沙甸山八件时道 18号 几个字 后来他又另外找一张纸 叫我写下 澳门新马路 几个字 这个时候 辩方大将梁永廉 在一个写着正物95的袋里面 拿了一封信展示给李慧看 还问李慧 是这封信的信封所写的字 是否就是你写的呢 那李慧就回答他 是啊 这些字就是我写的了 我写的那时他没有告诉我 是用来做什么的 之后才跟我说 是用来跳在包裹上面的东西的 那我现在就知道 他们是不想留下任何辞职 所以就叫我代写了 但我只是写了个地址 信的内容就不是我写的 之后他们说我可以回家 就给了200元 叫我走了 我是在6月21日早上离开澳门 同日下午回到香港的 那很明显 正月95 其实就是后来黄石斌收到 装着黄影球的耳朵的包裹 那根据李慧的说法 那个地址 是由汪辉要求李慧代筆的 那黎炳坚呢 为什么一封打单信 是会由他代筆的呢 黎炳坚在庭上面是这样说的 在标黄影球心之后那天的下午 陈昌打电话给我 让我去南风餐厅见面 我去到餐厅角仔就见到陈昌 陈昌跟我说 这里有封信 你抄了它 我问他是什么信 他就很不耐烦地说 你抄就抄吧 这里人多 那我就唯有照抄 抄完 他就叫我走了 那除了这封信 还有没有其他人叫他你写信 都还有叫我写其他相同性质的信 但都是陈昌叫我写的 相同性质 即是都是和黄影球的答案有关 是啊 那一共写过多少封信 两三封 不太记得了 那这个时候 主控官就在一个写着 植物93的袋里面 拿了一封信出来 给李炳坚看 你看看这封信 这封信是不是你写的 是啊 我认得我的字迹 那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 不是我写的 是抄的 所有这些信件 都是陈昌叫我跟着抄的 所以如果现在叫我记日子的话 我就不记得了 不过 其中一封 我记得是1959年6月19日写的 第二封的日子 可能是6月20几日 或者8月多 我真的不记得很清楚 那6月19日的封信 是在哪里写的 在九龙南风餐厅 那时大约1点半 陈昌叫你快点写 是啊 他说那里人多 叫我快点写 陈昌带你去公众地方抄信 但又叫你快点写 不要被人见到 是啊 为什么陈昌不想被人见到 又会叫你去公众地方抄信呢 法官各下 如果主控官想知道陈昌 为什么会选公众地方 叫第二被告抄信 他应该问陈昌 而不应该问被告 被告可以回答他这个问题吗 我认为主控官是不应该叫被告在庭上作出个人益冊 没错 被告是不应该在庭上作出任何益冊 而主控官也不应该向被告问一条这样的问题 不好意思 法官各下 那我收回这条问题 我转问另一条问题 那陈昌知不知道你家里的地址 他不知道 所以未用电话让我去南风餐厅 但为什么要去南风 我就不清楚了 当时餐厅多不多人 不是很多 当时陈昌用另一张纸遮住叫我抄的 你将这封信读出来 黄石斌先生大监 跟着这个字我不识读 这个是G字 啊 知恩匹人急需五十万 但跟着这个字我又不识 你慢慢来不用急 有不识的字 你可以省去不识 先生支持 以先生之之财 实 狗牛义 一无 但 先生 拒绝 你连读封信也这么困难 当时你用了多长时间去抄 那我都是朝抄而已 他怎么写我就跟着字形去写 不会因为不识读就慢了 那一路抄 你都明白信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 明点不明点 不是明得了 那你知道内容是有恐吓的成分 是不是 我当时有问过陈昌 他说吓吓他 不会真的伤害黄应求 你信吗 我信 那你那时知不知道黄应求的死信 那时我不知道 是过了两天 你未回来才告诉我 他还说大哥因为这样 所以要迟些才拿到钱 这个时候主控官再在两个写96和97的袋里面 拿了另外两封信交给被告 那你看下这两封信 是不是都是你写的 是 都是陈昌叫我跟着抄的 这里写着 我希望你能与我真诚合作 对此事保持高度秘密 躺如不达目的 与子必死 这几句说话 你明不明白的意思呢 我抄那时 认为都是跟之前那封信一样 是想恐吓到他肯给钱的 另外再一句 如不听 被人诚意中谷 令公子即在十五分钟死亡 这句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我知道什么是死亡 都知道什么是十五分钟 其他我就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你抄写这封信的时候 已经知道王应求已经死了 是不是 当21号李慧回香港之后 他说 曾鸿和王应求因为想逃走 所以被大哥打死了 你既然知道十五分钟死亡的意思 你知不知道 由你写这句话 会对你好不利的 我那时没想到那么多 而且陈昌告诉我 之前那只耳朵 其实不是王应求的耳朵 只是一只猴子耳朵 啊 但你什么时候知道王应求的死信 6月21号 李慧告诉我 刚才你又说这封信 是6月21号至8月期间写的 那时你已经知道王应求的死信 为什么他还要骗你 说那只猴子耳朵 法官局下 这条问题都是应该问陈昌 同意 被告不用回答这条问题 对不起法官局下 那我又问过另一条问题 那你真的很肯定 那时陈昌是说那只猴子耳朵 而不是王应求的耳朵 是不是 是啊 当时他真的这么说 至于他是否骗我 我就真的不知道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听了三名被告 在庭上是如何形容整件案的过程 那当然 这只是他们一面支持 未必真是事情的真相 而以上这个版本 有一点 其实是受到控方重大的质疑 因为根据当年传媒的报导 警方是说 他们之所以可以找到王应求那条线 首先是由蛇仔明带路 但由于在蛇仔明带领之下 挖出来那条线 原来只是邓天福 所以最后是由李慧和艾炳坚去大路 才可以找到王应求那条线 既然如此 很明显三名被告 在庭上所说的版本 不可能是真的 因为如果像他们所说 他们将王应求 带到山坡下面交给汪辉之后 就没有再见过王应求 那有什么可能 可以带警方去找到王应求那条线 有关这一点 主控归在庭上 和李慧是有个以下的一番对话 根据之前几位警员的作工 都说是由你带路去找王应求的白骨出来 是不是 在我被捕之后 罗路帮妈妈问我认不认识路 叫我带路 我说当时黑妈妈我未必认得路 罗路就跟我说 说艾炳坚都会去 说他认识路 那我就说好 由他带路 因为当时是由他开车 其实那时我是被警方用手球扣着我 带着我走 怎会是由我带路 那为什么你会认识在一个地方 突然间停下 因为我们将王应求交给汪辉的时候 我曾经被那条坑渠边卡一卡 几乎跌倒 所以我就认得是那里 那你是否跟史格纳警司说过 说你之所以带警队去浅水湾 是因为你说你私宜王应求条尸 是被埋在那里 所以他才会叫你带他们去 有没有这样的事 根本史格纳都没有跟我说话 是罗路帮班跟我说 那你为什么会带他们去那里找王应求条尸 我是跟警方说 我当晚是把王应求带到那里附近 交给汪辉他们 所以我估计王应求是在那里附近遇害 那我看到了 根据李慧的口供 他是说他只是带警方去到 他将王应求交给汪辉那班人的位置 而并非带警方直接去找到王应求条尸 那么这个说法 和毅丙坚的吻不吻合 那我们看看毅丙坚在庭水里怎么说 在我被人抓了之后 警察问我王应求的下落在哪里 那我就跟他们说 说我那晚只是送了他去浅水湾道的电商隔离 之后就开车走了 15分钟之后才再回去的 所以我是不知道王应求的下落的 之后第二天我在警察总部走廊见到李慧 他跟我一样 被警察用手扣扣着走 警察压住了我上一架私家车 罗路帮板是开车的 史格勒警司就坐车头 另外两个警察一左一右夹着我坐在后座 我见到李慧同样都是被压了上另一架车 我那架先走 他那架就跟着在后面 之后还有另外两部车的 一共四部车 四部车都在浅水湾道的电商隔离停下了 我被压下车 罗邦板和史格勒警司都下车 我被他们拖去一条水喉铁隔离 他们问我是不是这里 我告诉他们知道 当晚我就是开车把黄饮球放在这里 其他东西我一概不知道 这个时候我见到李慧都被人压下车 我见到警察问他在哪里 之后他就继续走下山坡 我就被人压上车了 我见到很多警察和李慧落了重林那里 之后我就见不到发生什么事了 就着这个问题 主控官特威丙坚 是作出了以下一段对话 你可不可以说说1962年12月12日 你在哪里 我被人带了去警察总部 全日都在那里被人审问 以及被警察毆打 但是刚才你不是说 你是被警方车了你去浅水湾带路的吗 现在又说全日留在警察总部 究竟哪样才是真的 当日我真的和李慧一样 被警察带了去浅水湾认老 但是随此之外 我全日都留在警察总部 根据魏丙基的证供 原来他只是带路去到黄饮球被压下车的位置 而不是好像最初传媒报道那样说 是由他们带警方去到黄饮球埋司的地点 对于这个说法 由于警方的证人 是属于控方证人的身份 所以他们是组过三名被告作供 而在警方作供的时候 又的确没有详细地描述 当时去带路的情况 所以究竟 实情是否真的好像两名被告那样说 魏丙坚只是带路带到黄饮球下车的地点 而李慧就只是带警方去到黄饮球交给汪辉他们的地点 这一点就不得而知 其实在这个情况 控方是有权要求 控方证人再一次踏上证人台 为这个环节再次接受盘问 但是控方并没有这样做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李慧跟魏丙坚所说的有关这个环节 很大可能是真的 他们的确没有直接把警方带去埋司的地点 从以上的证供我们看到 三名被告所形容的犯案过程 是当年的传媒完全没有报道过的过程 究竟他们所说的 又是否真的事实的真相 我们知道 辩方其实是没有需要说服陪审团 三名被告所说的一定是事实的 控方只需要说服陪审团 三名被告所说的版本 是有合理的可能性是真的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大家听完他们所说的版本 你们又认为 他们所说的有没有合理的可能性 当然 他们这个版本要原本的话 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例如 究竟陈昌 汪辉 梁洪 呂涛这班人 现在的下落是怎样 为什么一早没有提过他们的名字 而警方又好像完全没有查过他们 又例如 如果真的有这班人存在的话 为什么三名被告 一早在警处所写的自公状 是宣称因为黄英球反抗 而措手伤害黄英球 而为什么那份认罪口供 是完全没有提过这班人的姓名呢 这些都是陪审团判断 他们的版本 是否真实的时候 都一定会问到的问题 所以 在审讯的时候 这些议题 都成为了很重要的争议点 那我们现在立即看看 有关陈昌、汪辉这班人的下落的问题 当时主控官是这样问李维 那黄英球是否被枪杀 我怎知道 我将他交给汪辉他们就走了 我只是负责将黄英球带去那里 黄英球的死和我没有关 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要杀他 是汪辉说我知 是他收买了真童帮去逃走 所以两个都被他们杀死 我想向你指出的是 根本没有汪辉这班人 你同不同意 我不同意 我妈说我知 她几个月前去过广州 在陶陶居和朋友喝茶的时候 她朋友说她知道 陈昌和梁雄 已经在大陆被中共拘捕了 你妈知道这两个人吗 之前她两个经常去我家 问我有关黄英球 家里的环境的事情 所以我妈就认识他们 我想向你指出的是 当时的确是有个首脑的 而那个首脑就是 那个自称野狼的人 就是你了 你同不同意 我不同意 这个绝对不是事实 很明显 主控官虽然是向李慧问和不同意 但其实他真正问的对象 是陪审员 他是想透过问以上这几条问题 希望陪审员会同意 其实汪辉这班人 根本是不存在的 而现在中案的首脑就是李慧本人 既然是这样 辩方当然是会反击 所以轮到辩方复问的时候 辩方大作问了李慧以下这几条问题 你母亲去广州之前是住在哪里的? 他是和我的父亲 我的妹妹 和我一起住在新界青山南地 一身围的一间小屋 不过我就不是常常会回家 那你父亲呢? 他就常常都会回家 他今天都有来听审 即是你父亲 其实经常都会见到陈昌这个人 是吗? 是啊,不信你现在问一下他 他在那里 你父亲不是恐慌症人 我是不可以问他的 你刚才说你母亲有听闻 陈昌现在被中共拘捕了 他听到的说法是如何? 他说听闻 陈昌现在是被扣押在黄华路一间监狱 那里是专门扣押业疑犯的监狱 法官大人 我要提醒一下 被告不应该继续说下去 因为他现在所说的都是全民证供 同意梁大壮 请你问过另一条问题 明白 法官各客 那我再问其他 另外为了说服陪审员 三名被告所说的版本根本是虚扣的 主控官是希望找到他们证供里面的其中一些漏洞 例如 那你那晚将黄应求交给他们的时候 是有什么打算的? 有没有打算想杀死他? 没有的 我完全没有想过要杀死他 那你无端端带他来这里做什么? 老大叫的 那在你口中说的这班人之中 你的角色其实是做什么呢? 看税 和说他们知道黄应求的家庭情况 黄应求是否熟悉你的声音? 应该都熟的 那你当晚为何还要一起去浅水湾? 那他们几个都不懂去浅水湾 我就带路了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任务? 我还要负责帮汪辉、陈昌他们 和马港产、毅炳坚联络 那为何陈昌又要一起去呢? 我猜是因为他们信不过我们三个 所以要找一个人来看着我们吧 陈昌是认识汪辉他们的? 是的 他们认识的 即是你们分两批人 是的 我和马港产、毅炳坚一批 陈昌、汪辉、雷途、梁洪就另一批 你说你们那晚是带了黄应求 落山大约50尺? 正确距离是多少我不肯定 总之是带到去 踢到我那条坑渠附近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带他去那里? 我只是知道要交去那里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以你的理解 即是在你带黄应求去那里的时候 他会再被带到另一个地方? 是的 那你知不知道会带他去哪里? 我的理解是他们会把黄应求带到澳门 那其实根据你这个版本 你根本是多余的 整件事都没有你份参与的? 我就说了 我是负责提供黄应求家庭环境的资料 还有我要负责帮汪辉他们 和马港产他们联络 但行动当日是没有作用的 在永兴街的时候 你只是坐在毅炳坚的车里等 去到浅水湾道电商的时候 又不是你押黄应求走下山 那你需要什么一起去呢? 我都说了 我和马港产毅炳坚说的时候 他想我一起去 和他们没有人会路去浅水湾 那我就带路 连陈昌也不会路去浅水湾? 他有什么理由会不会路呢? 那他是说不会路 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会不会路呢? 即是由你带路 由浅水湾道走下50呎 去到渠边 加黄应求给王辉 不是啊 是我教毅炳坚开车去浅水湾道 然后是陈昌看到电商 就说就到了 然后是由陈昌说已经到了 可以停车 之后就由陈昌带我们下山 那在这个时候 你说是由马广灿和陈昌 一人一边捉住黄应求双手 对不对? 那么邪丙坚就开车离开了 之后才回来接你们 对不对? 是啊 那你为什么要一起下去呢? 你和邪丙坚一起去兜圈便可以 不用你下去呢? 这个时候 李慧其实是有点知误异对的 而辩法律师就在这个时候站起身 要求主控官给多点时间 李慧思考作答 不可以这样处处逼人 当然 主控官是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当他见到李慧知误异对的时候 就立即问李慧 其实当时根本是没有其他人 在山坡下面接应 根本就是由你和马广灿两个人 带黄应求下去 然后将他杀死的 你同不同意? 这个时候 李慧当然唯有力量反对 好了 有关究竟有没有陈昌、汪辉这班人 又或者再准确一点 究竟三名被告所说的版本 有没有合理的可能性是真的? 这一点 又是要靠陪审员去判断 但至少我们会看到 他们这个版本 其实也算是有闻有路 而且几名被告之间 是可以互相引证到的 假设如果陪审员 真的相信被告的版本 那控方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控方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证明 无论谁是主谋 无论有没有其他在途的涉案人 也好 三名被告当时 都是以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意图 各人分担不同的纲位 去进行他们一次犯罪计划 而在他们这次犯罪计划里面 是包括了 在受害人反抗的时候 是会不惜一切狠下毒手 以防止黄应求逃走的 我们现在看看 主控官是如何就这个环节 对几名被告作出盘吻 首先是李维 我想问你 如果一个人既然飙心 但不肯交负款 你觉得会有什么事发生? 据我所知 有些人在这种情况下 都会给的 被人飙心的都是有钱人 你是什么意思?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那穷人不会有人飙心的 飙心的 当然是有钱的 你说你知道很多飙心的案件 那你知不知道飙心是如何收钱的? 通常绑匪都会威业又汤又煞 但据我所知 没有一个真的会被汤被煞 那你失业这么久 你会不会因为这么大笔钱 而不择手段 包括必要时会杀人呢? 不可以这么说 在你们计划整件事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会伤害黄应求呢? 没有 那主控官以上几条问题 很明显的目的就是 希望陪审员会思考一下 即使他们当时的目的 只是想绑架 但如果他们原本的计划是 当遇上突发的情况的时候 他们是会狠狠独手的 如果是这样 其实是符合了谋杀最共同犯案的原则 不知道是不是 李维一方已经一早看穿了控方的意图 所以对于以上几条问题 他也算是应对得到的 那魏秉堅又怎样呢? 他对于这个问题 又是怎样回答的呢? 绑架黄应求之前 你知不知道你们 其中一个人是有戴槍的? 知道 陈昌嘛 我之前就说了 陈昌拍一拍他的腰 叫我们不用怕嘛 那如果王应求当时反抗的话 你猜他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真的这样 我们都会立即走人 那李维呢? 你和李维有没有谈过这件事? 有啊 我和李维马光产一早说好了 如果有事发生就关人 我们都走了 我只是收了两万元开车 为什么呢? 有事当然是写人 只是开车? 但你之后写了几封信 怎会只是开车? 我是抄讯 不是写 你认为写这些信是很平常的事? 那又不是 不是 标心啊 你是职业写信佬? 不是 为什么人家叫你写你就写? 因为他们说 写吧 不写怎么有钱 所以我就写吧 那你最后有没有因为标心王应求而收过钱? 没有啊 那你认为 如果一个人被标心而不付钱 这个被标心的人是什么处境呢? 我外父曾经被标过几次心 但每次都会给负责 然后获释 所以我不知道如果不付钱会有什么后果 你是不是觉得如果被标心不付钱 那个被标心的人是不会受到伤害的呢? 我只是负责开车 真的没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你问我有关车车 或者汽车买卖的东西 我就回答你了 你知不知道被人标心 为什么要付负责? 那跟你去二叔公当一样 你不付责负责 又怎么可以拿货货呢? 当毅丙堅说完这句话之后 全国法庭是起雄 相信当时主控官 是很满意自己的问题 可以令到毅丙堅说出一句这样的说话 我们现在看看马广斩 如何回应这个问题 你是承认你有份参与绑架王应求的 是不是? 是啊 你知不知道如果被标心的人 如果不肯付责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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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在永兴街标他心时 如果当时他真的反抗 你们是打算怎样的呢? 我们之前说好了 如果黄应求反抗 我们会立即逃走的 那时陈枪是用枪挟持黄应求的 是呀 那你猜如果黄应求在那时真的反抗 枪会有什么作用呀? 我连那支是不是真枪都不知道 我怎会知道 我只是见到是一把黑色 似乎是手枪的东西 我想北爱乎都是用来挟黄应求 让他不会反抗的 即是说无论如何 只要黄应求一反抗 你们就会立即逃走的啦 是不是? 是呀 那如果黄应求是在你们由大球场 车他去浅水湾那段路反抗呢? 你们又会怎样? 会跳车逃走吗? 是呀 好了 那如果黄应求是在你们由浅水湾 电商压他下山那段路反抗 你们又会怎样呢? 都是立即走的 会走去哪? 走下山还是走上山? 会沿路走回上山 走回去马路边 其实那时候 你们为什么不一起下山坡呢? 是陈昌叫的 我是落到去坑边才知道原来还有其他人的 那最后你有没有收到那二万元的? 没有呀 最后我一毛钱都没有收过 那我们已经大致上听过三名被鬼庭上的证供 那大家又觉得可不可信呢? 究竟犯案的只是三个人 还是一共涉及八个人? 究竟主谋是李慧? 还是汪辉才是案中的主佬? 究竟那几封打单信 是由李慧和李炳坚指寻? 还是真的只是自护抄? 究竟在他们原本的计划里面 当遇到反抗的时候 是会立即逃走? 还是会狠下毒手? 以上这些 全部都是陪审员的考虑问题 去到这里 我们是时候听听控片商方结案的陈迟 和法官的陪审员指引 正如在上面所说 要判断三名被告有没有犯有谋杀罪 主要是要回答以下三条问题 第一 黄英球是不是死在三名被告有份参与的 这次绑架行动? 第二 他们的自工作是不是被冤枉成招? 第三 他们最初的共同意图 是不是真的包括当遇上黄英球反抗的时候 是会不惜一切狠下毒手 去阻止逃走? 那我现在首先看看 黄英球是不是死在这次绑架行动?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都不会认为这是有需要讨论的问题 但原来在法庭举证责任在控方这个原则之下 控方的确有需要说服陪审员 黄英球的确是死在这次绑架行动 当时主控官是这样说的 在三名被告被捕之后 各人都写下了他们的自工作 确认了受害人黄英球 是在同他们糾纏期间 被他们杀死的 而且在第一 第二被告大怒之下发掘出来的一副白骨 是经过黄英球家人辨认 而确认了是属于黄英球 法医官经过头骨相片对应方法 亦都确认了白骨是属于黄英球 虽然辩方盘问证人的时候曾经指出过 在进行相片对应的时候 两个相片影像似乎不是完全重叠 但专家证人也都解释了 只是因为角度问题 才会令到两者不是完全重叠 而证人认为 头骨影像和黄英球照片的影像的重叠情况 已经可以肯定头骨是属于黄英球 加上亭上有多名证人认出 在白骨附近发现的物件 都是黄英球生前所用过的 而亭上作工的裁缝 也都确认了当时白骨所着的一条裤 是由他为黄英球所缝制的 基于以上种种都足以证明 黄英球是在这次绑架行动中遇害身亡 但辩方在这一点是持相反意见的 辩方在结案陈茨时指出 控方根本不能肯定这副白骨是属于黄英球 是当时这样说的 从庭上的证供我们知道 原来第一被告只是带警察到山坡的一条渠边停下了 被告是说他们将黄英球在那个位置交给其他人 他们就离开了 之后黄英球的下落 他们都只是听人说 那究竟是否真的遇害 还是其实只是逃离了香港 去了一个我们找不到他的地方 这一点我们根本是不能肯定的 而且警方在第一被告带路之下 在现场附近找到的一副白骨 又是不是真的属于黄英球呢 试问死者家人 又怎么可以根据一副白骨 去确认到是属于黄英球呢 我们见到黄英球的父亲黄石斌 是在庭上坚决拒绝辩认那副头骨的 那他又怎么会有可能认真地确认到 那副就是他儿子的头骨呢 而黄英球的妻子在庭上说他是憑护头骨的哨牙 他确认他是黄英球的 那试问香港有多少人是有哨牙呢 怎可能单凭这一点就肯定他就是黄英球呢 另外黄英球的父亲黄石斌 在事发之后是收到一只耳朵的 而这耳朵 法医认为是在活人身上割出来的 那如果那只耳朵 真是属于黄英球的话 而黄英球又真是如胸方所说 真是在被绑当晚就已经遇害的话 那即是说那只耳朵 一定是在黄英球被绑当晚 在被杀之前 就已经割了出来啦 但是在我们的证文E95 即是装着这只耳朵的包裹的游戳日期 是写着28号的 那市民在6月这么热的日子 这耳朵又有什么可能可以保存到这么多日都不腐烂呢? 由此可见 那只耳朵根本就不属于黄英球 而黄英球究竟是否真的如胸 更加是未知之数 基于以上原因 我认为控方根本是未能成功证明到 黄英球是在三名被告廣誡时被害的 甚至 控方根本是证明不到 在目前这一刻 黄英球是否真的已经死亡了 那就关这副法骨 是不是真的属于黄英球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听了控辩双方的陈子了 就关这个问题 法官是怎样引渡陪审员的呢? 在审讯的开始 有多名控方证人指称 在庭上展示的一句鞋骨是属于黄英球的 辩方认为 这句鞋骨未必是属黄英球 而控方就认为 这句鞋骨必然就是黄英球 那究竟 它是不是就是黄英球呢? 这就是你们第一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在考虑过庭上各人的证供之后 你们认为这句鞋骨有可能不是黄英球的话 那你们就要判三名被告 罪名不成立了 但如果你们根据庭上的证供 可以肯定这句鞋骨就是黄英球的话 你们就要进而考虑其他的问题了 那很明显了 根据法官的指引 陪审员第一要判断的就是 究竟他们肯不肯定这副白骨是属于黄英球的呢? 如果真的不能肯定的话 就可以直接判三名被告罪名不成立 但如果陪审员认为 控方已经能够成功证明这副白骨是属于黄英球的话 那他们还要考虑其他的问题 而所谓其他的问题 其实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三个主要争议点的其余两个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 三个争议点里面的第二点 即使在他们被捕的时候所亲手写的志工状 是不是出于志愿的这个问题 当时主控官是这样说的 首先三名被告在警署所写的认罪口供 是足以证明黄英球是因为反抗 而被第一和第三被告伤害过的 而由于黄英球最后是死于这次行动里面 所以三名被告是以共同犯案的形式 谋杀了黄英球 第二 无论是考虑三名被告的警署认罪口供 还是他们在庭上的证供 他们都承认了自己是有份绑架这宗案的受害者黄英球 而且他们都承认在整个绑架过程中 他们是曾经将黄英球带到尸体被发现的地方附近 而最后黄英球的确是死了 所以各位陪审团 你们就要思考一下 为什么黄英球会死的呢 究竟是好像他们的自公状那样说 是因为反抗而在三名被告共同计划的行动中被杀 还是好像他们在庭上说 在他们将黄英球交给汪辉他们之后 才被汪辉那班人杀死的呢 各位陪审团 在以下来的陈词里面 我将会向你们指出 无论是以上哪一个情况 他们都是犯了谋杀罪的 想想看久了 控方这段陈词的意思是 即使黄英球不是真的由三名被告亲手杀死的 但只要黄英球死在他们三个人的共同计划里面 他们三个都要附上共同的刑责 但问题是 三名被告根本是不承认三份警署认罪后宫出于自愿的 甚至 其实他们在开审之后没多久 就已经要求法官裁决这三份后宫的合法性 只是当时法官认为这个问题 是应该交由陪审人去判断的 对于这个环节 控方的结案陈词的时候 又是怎样说的 三名被告都宣称他们是被警方威逼之下 才会写下这些自公葬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主管这一宗案的警官是一个服务警戒二十多年 很快就会退休的警长 难道他会只是因为令到几个原本已经承认了绑架罪的被告 想他变成谋杀罪 就冒险做出这些这么不法的行为吗 即使说他们是因为急于立功而这样做 但是本身被告已经承认了绑架罪 都足以使他们立功的 那么他又有什么需要没那么大的险 而去做一些犯法行为呢 而且我们试想一下 守被告李慧是在街头被交通警驱捕的 之后就被带回深水埗警署 根据被告的口供 说他在带到警署之后就立即被拳打脚踢 还被一个叫做杀人王的警务人员带走 那为什么警察会这样对待一个由交通警拉回来的人呢 可见李慧的口供根本就是不合常理的 另外大家又试下心思一下 现在几个被告所承认的是极之严重的杀人罪 杀人是要判还手死刑的 那试想一下究竟警方是要对几个被告 施以什么程度的威吓 才可以令到他们承认一条这么严重的控罪呢 而既然他们是受到这么严重的威吓 严重到会令他们自认杀人的 那为什么监狱署的医官又嫌不到他们有受伤的呢 我们知道监狱署医官是会对所有进入监狱署的人 都会作出检查 以确定他们在入住的时候是没有受伤的 那难道你们会认为 警察是串通监狱署医官一起去陷害几个已经承认了绑架罪的罪犯 监狱署医官为什么要没有一个这么大的险 去与警察串通呢 而且我们不要忘记 警方最初只是控告他们绑架而已 后来是他们写了认罪口供之后 警方才根据他们的认罪口供加控他们谋杀罪 如果实情真的好像三名被告那样说 在他们带到深水埗警处之后就被立即拳打脚踢的话 那就不会出现先告绑架 然后再加控谋杀罪的情况啦 可见三名被告所谓的口中党被逼供的情节根本就是虚扣的 各位陪审员请你们运用你们精明的判断力 裁决这三份自公状是出于自愿的 而且当中所写的内容都是真确的 即是说黄应求的确是因为反抗 而被第一和第三被告还击致死 而第二被告虽然根据他的自公状 他只是负责开车将黄应求带到浅水湾某处 但基于共同犯案的原因他和第一和第三被告都应该是要负上同一罪责 即是谋杀罪 有关这个问题辩方结案层次又是怎样反驳的呢 各位陪审员在你们面前的一大桶文件里面 请你们找出其中编号167、168和169这三份文件 这三份是三名被告在警署亲手所写的自公状 你们看一下这三份自公状的用词是高雅的 当中是使用到一些较为高级和精选的用词 反映输捨的人是有不错的中文水平 但是奇怪的是 在这些高雅的用语当中又夹杂着很多错别字 正如辩方的专家证人乃千山所说 这些自公状似乎是由其他人协助之下输捨而成的 例如在第一第二被告的自公状里面 我们会发现当中是有一些同音而不同字的情况 反映很有可能是因为耳口读出而让被告输捨 而第三被告马光散的情况相信各个陪审员都会同意 他的表现我们不单只会觉得他不是一个有何样的人 甚至我们可以用蠢人去形容他 对于一个这样的人 你们会相信他可以写到一些这样的语句出来吗 我们再将证物169 去对比一下在他家里搜到一些由第三被告书写的字条 即是你们面前的证物147boy到147i 你们看一下他所写的字句是多么低劣 用词是多么粗浅 那你们又怎样可能会相信他的自公状即是证物169 竟然可以写得出那么好的字句呢 而且在他的自公状上面是有大量写错字的情况 反映很大可能他是对着另一张纸照抄 但由于他的书写能力实在太低了 所以就连抄都抄错的 即使控方的专家证人郑先生在回应我盘问的时候也同意 这些自公状是有可能以口述甚至照抄的方式去写下的 那如果三名被告真是致愿作出这些认罪证功的话 为什么会以口述的方式去写下这些自公状呢 所以很明显 这些自公状是在警方的威逼情况之下完成的 而且有一点我想大家考虑的 就是根据第三被告的自公状 他是说自己有份跟黄影球糾纏而伤害了对方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警方找人带路去找黄影球尸体的时候 竟然不是找马港产带路 而反而是找只是负责开车的霓丙坚带路呢 所以很明显警方是深知透明马港产那份自公状 根本不是出自他本人手笔 所以他根本是不知道黄影球是在哪里遇害 才没有找他带路 至于为什么监狱处医官会验不出三名被告有被打的迹象呢 根据三名被告的证供 监狱处医官只是在远距离目测的方式去检查他们有没有伤势 那市民感的情况 又怎能肯定他们真的没有被逼供呢 以上就是控辨双方有关自公状是不是出自愿的问题的立场 那究竟他们有没有被冤枉成招呢 相信大家都有个判断 而有关这一点原来法官都有意见 在法官引渡陪审言的时候 是说出这一番奇怪的说话 有关各被告在警署所写的认罪口供 警方强调他们是没有做任何威逼利友等行为 去逼使各被告写下他们的认罪口供 但辩方就说第一、二被告的口供是在警务人员口讲 而他们照写的情况下进行的 而第三被告的供词就是有人预先写好给他们抄的 全部都是在不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的 那究竟他们的警署供词是不是真的出于自愿的呢? 这个就是你们要考虑的其中一个重要问题了 但我想向你们指出本籍曾经以罪审臣 甚至可以说是不信任的态度 去审视各被告在警署所作的认罪口供 但我不得不承认 我是很难理解一个人被捕和落案的时候 竟然会作出一些这样的认罪供词的 我们要知道这些认罪供词是可以直接送他们上搞刑台的 不过无论是怎样 控辩方的结案陈词已经很详细地交代了他们的观点了 你们作为在香港生活经验比我丰富的人 我相信由你们来判断这个问题 会比起我作出的判断准确得多 所以如果你们接纳控方的说法 认为这些证供是在自愿的情况下作出的 那你们就要考虑这些证供的内容究竟是不是真实了 相反如果你们接纳辩方的说法认为是有合理的可能性 这些证供是在不自愿的情况下写下的 那你们就要完全忽略这些证供 当这些证供是没有存在过的 不过无论你们是否接纳这些口供 你们还要根据本案的其他证供 去考虑几名被告是否应该罪名成立 那我们就看到了法官这番说话 其实很简单直接概括了陪审员制度的理念 法官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 他对于事实裁决是未必够一般小市民准确的 所以虽然他在无一打成招这个环节里面 法官似乎是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但最终他也将这个判断权交给七个普通市民 这就是陪审员制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控辩双方三个主要争议点的最后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究竟他们在整个计划里面 当遇到黄应求反抗的时候 他们的共识是否真的 会不顾一切狠下毒手 以防止黄应求逃走 接下来控方结案陈迟 他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们真的不肯定黄应求 是否真的被三名被告的其中一位落手杀死的呢 那你们就要考虑一下以下几点 首先 你们要知道 作为控方其实是不需要证明三名被告 是有份亲自落手杀死死者 才可以证明到三名被告有罪 因为控方只是需要证明到当时他们的共同目的 是包括了杀害死者 或者严重伤害死者身体 而他们的计划又导致了这件案件的发生 那就应该要判三名被告罪名成立 例如 本案的第二被告 黎炳坚在作证的时候说 绑架勒索就好给典当物件 如果你不肯给赎金 就不会给你育心 是不可以保证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那跟你去二叔公当的一样 给钱赎金 怎么可以拿回货呢 这番说话显示出第二被告对黄应求的命运 持有的是完全草率而漠视的态度 而第一和第三被告甚至是在警署里面承认了 因为死者的反抗而伤害到对方 而他们在庭上作弓的时候说他们是说好了 当遇到黄应求反抗的时候 是会立即逃走的 我和李慧玛共产一早说好了 如果有事发生就关人 我们都走了 即使在高速行走的汽车上面反抗 他们都会立即跳车逃走 由此可见他们的证供根本是一派胡言 那么多位陪审员 你们作为心通世故的人 一定知道在真的不给赎金的时候 或者欲心反抗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 很明显的结果就是欲心是会被撕票 而且由于绑架案的特殊性质 是必然包括当遇上欲心反抗的时候 是会杀死死者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唯一合理推论 就是他们当时的共同计划 就是在受害人不肯给赎金 或者遇到受害人反抗的时候 会杀害受害人的 所以毫无疑问 他们三个人都应该负上谋杀罪 大家看到了 在这个议题上 控方的立场基本上是可以简化成为 任何一个绑架人的人 都会遇到在拿不到赎金的时候 或者遇到反抗的时候 会对欲心狠下毒手 所以既然他们都承认了是有份参与绑架 相等于承认在这次行动的共识就是 但是在遇到反抗的时候 他们是会不惜一切狠下毒手的 也因为这个原则 控方认为 他们是符合了共同犯案原则之下的共同意图 所以他们三个都应该被判谋杀罪成 有关这一点 辩方的结案层次是怎样说的呢? 首先 梁永廉大律师是想说服陪审员 这件案所涉及的不止三名被告 他当时是这样说的 各位陪审员 相信你们都还记得黄石斌老先生在庭上的作工 他是说 当他被困在木屋的时候 是听到有人叫一哥、二哥、三哥、八哥的 虽然他说他只见到有四个人 但既然有一哥、二哥、三哥、八哥 那我们都可以合理地推论到 他们那班人其实是有八个人的 而这个数字是与首被告所说的证供是吻合的 另外 第一被告在庭上是说 呂徒曾经说他知道 黄应求是跟其中一个绑匪曾鸿一起逃走的时候被一起杀死的 这一点 都跟黄石斌的证供说他被困的时候 其中一个绑匪说他知道 他们绑架黄应求当中牺牲了一个兄弟是吻合的 这个时候 辩方律师邀请三名被告在犯人蓝里面站起身 然后就说 各位陪审员 请你们细心看一下 站在你们面前的三名被告 他们像是可以策划整个绑架案的人吗? 他们像是一宗这么大案件的主谋吗? 他们在案件发生之后的两年半 完全没有人发现他们犯案 然后是一次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打斗事件里面 因为第一被告主动走到警察身边而被捕 如果他真是一宗这么轰动的绑架杀人案的主谋 他有可能完全没有防范地主动走到警察身边吗? 无可否认 三名被告是有参与到绑架黄应求这个行动的 但他们都只是参与者而非策劃者 他们事前根本是不知道整个行动的细节是怎样的 他们更加不知道黄应求的下落是怎样的 根据第一被告的证供 他说他之所以知道黄应求已经死亡 其实只是听陈昌讲的 这个未必是事实来的 而根据第三被告的证供 他说他见到陈昌那时是有戴手枪的 但事实上 那把是不是真的手枪呢? 是不是经证实的? 而且法医也说不到给我们知道 那副白骨是否真的死于畅上 所以以上的事情 其实都只是控方的估计 并不一定是事实的真相 好 今天就见到了 变回大藏的意思就是 控方根本是没有证据证明黄应求已经死亡 但即使陪审员认为他真的已经死亡 那副白骨真的是属于他的 那么三名被告都只是参与者 对于黄应求的死根本是一无所知 根本是不应该负起谋杀罪的罪责 但问题是一个控方的逻辑 由于绑架案的特殊性质 他们在参与绑架案的时候 必然会有共识 当欲心反抗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不惜一切 即使狠下毒手都要阻止他逃走 所以如果黄应求真的在这次绑架行动之中死亡 那么所有这次绑架案的参与者 都应该要负担起谋杀罪的罪责 那么有关这一点 辩方又是怎样回应的呢? 他当时是这样说的 三名被告曾经多次在庭上表示 他们这次行动的唯一目的 就只是为了钱 当遇到任何反抗 他们都只会逃走 而不会跟对方拼命 我见他们的共同意图 根本就没有打算对欲心作出任何伤害 各位陪审员 我希望你们明白 在这一宗案里面 如果某人原本的意图并不是想杀害死者 但最终因为其他人的意图 而令到受害人死亡的话 那么这个人是不需要负上谋杀的罪名 例如 在1947年 三名军人合谋打劫一间店铺 其中一个人在店外持刀把守 遇到店主的儿子刚刚回来 和这个持刀把守的人发生糾纏 店主的儿子最后被刀刺死 结果三名军人都被告上法庭 三个人都因为共同犯案的原则被控以谋杀罪 但法庭最终认为 虽然今次是他们的共同行动 但他们的共同意图 是不包括杀死店主的儿子 所以最后 就只有一个人被判谋杀罪名成立了 而在我们现时审讯的这宗案里面 三名被告只是犯下绑架罪 他们参与的也是绑架案 和之后发生的谋杀案是毫无关联的 即使黄饮球真的已经死亡 而且当他真的死于他被绑架当晚 但三名被告最初也不会预知 其他人是会将黄饮球杀害的 而且我想和你们指出 有无数案例都指明 在一宗谋杀案里面 如果有三个人可能是兇手 但没有任何证据指明 究竟是哪个人落手杀人的话 这三个人都应该被判无罪释放 所以我恳请各位陪审员 判我的三位当事人全部罪名不成立 或者有很多不厌其乏 将辩方整住的结案陈词 用几句话去简单归立一下 辩方认为 陪审员根本不可以肯定黄饮球 是不是真的已经死亡 即使陪审员认为他真的已经死亡 也不可以肯定他是死于这次绑架案 又即使他真的死于这次绑架案 也不可以肯定是由三名被告所杀的 又即使陪审员认为 真的是由三名被告所杀的 他们也不可以肯定是由哪个落手杀的 所以三名被告都不应该被判谋杀罪成 这就是辩方的逻辑 陪审员应该如何考虑呢? 我们看看法官是如何引导陪审员 各位陪审团 首先我想向大家指出的是 刚才辩方律师提到 如果在三个人里面 不知道由哪个落手 那就要判三个人都无罪 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因为这个情况 只在三个人无合谋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但如果像这一宗案件 三名被告是被指合谋一起参与一件案件 那就不可以简单地说 因为不知由哪个落手 就要三个人都判无罪的了 而根据控方的案情 黄应求是被三名被告绑架 而且他们是以共同犯外的形式 各人以不同角色 不同岗位 杀害了黄应求 所以三个人都应该判谋杀罪名成立 那陪审团就要考虑控方所说的 是否事实了 而根据辩方所说 是说他们三个都被一个叫汪辉的人的指使之下 去绑架黄应求 但他们说他们原本的计划是没有打算伤害黄应求 是绑架了黄应求之后 就将黄应求交给另外四个人了 之后发生的事他们是完全不知情的 所以是不应该要为黄应求的死负责的 那究竟 控辩双方的这两个说法 谁才是正确呢? 这就是你们今次最重要的任务了 如果你们认为三名被告所说的版本是真确的 你们就要判三名被告都无罪 但即使你们不肯定他们说的版本是否真确 只要你认为这个版本是有合理的可能性是真的 都要判他们无罪了 相反 如果你们认为他们完全是说大话的 没可能是真的 那事情就会回到双方都同意的案情上了 即是回到他们绑架了黄应求 然后基于某些原因黄应求就死了 在这个情况你们就要进一步考虑 三名被告是否要为黄应求的死负责呢? 例如 为何黄应求的骸骨会出现在那个地方呢? 根据双方同意案情 这句骸骨是由首被告李慧 和次被告霓丙坚 带警方去到一个地点附近而被发现的 那黄应求为何会被埋葬在那里呢? 是被告杀死他然后埋葬他? 还是其他的情况呢? 如果你们认为是某一被告杀死他的 那便必然要判该名被告谋杀罪成立了 但相反 如果你们不肯定是由哪一名被告落手杀他 但就确定他们几个人的共同目的都是想杀死他的 那就无论是谁落手杀他 只要他的死是由他们其中一个人所为 那就要判他们三个人都是谋杀罪成立了 但我想请各位陪审团要注意 即使某一被告在引致死者死亡的一刻 是不在犯案现场的 但只要他们都有策语整个计划 而且他是能够预见到在死者反抗或逃走的时候 这个计划的其中一部分人是会杀害死者的 那有份参与这个计划的所有人都要负起谋杀的责任的了 例如如果你们认为第二被告尹丙坚 只是负责将王应求送去某个地方交给其他的同谋者 之后的事他已经不知道的了 但如果你们认为他将王应求交给其他同党的时候 是可以预计到王应求反抗或逃走的时候 他们的同党是会将王应求杀害的 那你们就应该将尹丙坚判以谋杀罪名成立了 但相反如果你们接纳辩方的说法 认为在几名被告的计划中 当遇到王应求反抗的时候 是会立即放过他 而且自己逃走的话 那你们就要判他们谋杀罪名不成立了 当然法官的陪审员指引是很详细的 我在这里实在没办法将法官的引导 全部引述出来 不过我可以尝试简单的威纳一下 根据法官的指引 陪审员在判断的时候 究竟你要作出什么事实裁决呢 首先 究竟在庭上展示那副白骨 是不是属于王应求 如果不肯定的话 就可以立即判三名被告罪名不成立 但如果肯定的话 就要继续作出以下的判断 例如王应求是怎样死的 是不是由三名被告其中一个人落手杀死的 如果是的话 在他们计划里面 有没有预计到 当王应求反抗的时候 他们是会伤害王应求的呢 如果是的 那他们就是以共同意图 以共同犯案的形式 分担不同纲位去杀死王应求 那就要判三名被告谋杀罪名成立 否则就只可以判有份落手杀人的被告罪名成立 而没有份的那些就应该无罪释放 又或者 如果陪审员认为 三名被告其实是没有亲手杀死王应求 他们只是将王应求交给其他人 在这个情况 陪审员同样要考虑 在他们的整个计划里面 有没有预计到 当王应求反抗的时候 他们是会伤害王应求的呢 如果有的 他们也是有一个共同意图 以共同犯案的形式 分担不同纲位去杀死王应求 那就要判三名被告的罪名成立 否则就要判他们三名被告的罪名不成立 所以你会看到 原来在这件事里面 陪审员最重要判断的其实只是 黄应求究竟有没有在这次行动中死亡 以及他们原本的计划 是否可以预计到 当遇上王应求反抗的时候 他们其中的同党 是否会杀害王应求 这才是真正这宗案的重点 而至于有没有其他同党 根本不是重点 因为即使他们没有其他同党 但如果他最初的计划是 当遇上王应求反抗的时候 他们是不会伤害王应求的 那他们三人都应该判谋杀罪名不成立 而相反 即使他们有同党 而且他们真的只是把王应求交到那些同党 手上便走 但如果陪审员认为 他们在交王应求给他们的时候 是会预计到 当王应求反抗的时候 他们的同党是会杀害王应求的 这三名被告 虽然没有亲手杀死王应求 但也要判他们谋杀罪名成立 最后陪审员的判决 由于他们连魏秉坚也判谋杀罪名成立 所以很明显 在陪审员眼中 他们三个在绑架王应求的时候 是可以预见 在王应求反抗的时候 王应求是会被狠下毒手 至于 究竟陪审员相不相信 他们在庭上证供 说杀死王应求的 其实是汪辉那班人 又甚至 再基本一点 究竟陪审员相不相信 警方是屈打成招的 他们在警处下的口供 又是否真确 汪辉这班人 又是否真实存在 由于 无论有没有这班人 只要陪审员是认为 王应求真是死在这次行动里 而三名被告 又是真是这次行动的参与者 而在参与这次行动的时候 是可以预见到 当王应求反抗的时候 他们的部分成员 是会不惜一切伤害王应求 来阻止他们逃走 这就会判到他们的罪名成立 所以从法官的陪审员指引 和陪审员判决 其实我们根本不能知道 究竟陪审员认为 有没有汪辉这班人存在 到此为止 这一宗轰动一时的世纪审讯 就此落亡 那我们现在应该知道 为什么宣判之后 艾丙坚的反应是最剧烈的呢 因为无论根据控方案情版本 还是根据三名被告的版本 艾丙坚在整件案里 都只是做司机 他真是碰都没碰过王应求 而且 他真是不知道王应求会死 他也不会明白 共同犯案这个法律原则 所以在他心目中 是怎样都想不到 自己会被判谋杀罪名成立 而至于马广产 无论根据哪个版本 他也是亲自落手 挟持王应求的人 如果根据他在警处下的版本 甚至在王应求反抗的时候 他是有份跟王应求搏斗的 所以在宣判的时候 马广产似乎是最能够接受这个结果 至于一直被警方标签为案中主路的李维 无论在哪个版本之下 他的角色也是比其余两个被告更重要的 但从父亲李启在庭上的大声疾呼 究竟是否真的如李维在庭上说 他父亲真的知道有汪辉这个人 而其实他父亲只是想力玩狂难 尽力使人认为他的儿子是冤枉的 不过无论如何 经过那么多年 究竟是否有汪辉、呂涛、陈昌、曾鸿这班人 相信将会成为我们永远无法得知的不解之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